大家好,我是董正隆 台灣轉售群D站負責任 那在這一次呢,我要跟大家介紹呢 在國外的網路行銷界呢 那些大師們呢,他們在發售他們產品的時候 通常所採用的網頁的設計是怎麼樣 所以呢,他們通常就會在網頁最上方 然後呢,簡單的就是放上他們的LOGO 就是他們的一個標誌就對了 然後呢,他會簡單的介紹他自己是誰 有一小段話來介紹他自己是誰 然後呢,在產品發售的時候啊 通常他們會準備四支影片 而這四支影片呢,就會放在網頁的最上方 那這四支影片是拿來幹嘛的呢 就是他一開始啊,會先有一個 能夠讓人家 就是先 先 加入他的電子報 就是 就是對這個產品有興趣 然後先加入電子報的那個 就是 他們叫名單擷取頁 那這個名單擷取頁的用途呢 那這個名單擷取頁的用途呢 是呢,當別人推管他的產品的時候 就要先送到他的名單擷取頁 那他也可以順便呢,大量吸收 很多人,推薦人的名單,E-mail 然後接下來進來之後呢 他會分幾天 大概通常是分一週 一週或十天左右 把這四支影片呢 注意的釋放給 那通常前兩支影片啊 的做法都是一些 跟他這一次要發售的產品有關的 然後有 有關的一些教育性的訊息 然後在第二支影片也是這樣子 然後第三支影片呢 通常啊 會回答 就是呢 所有讀者 可能 呃 就是發問的一些問題 然後他進挑細選 十個或幾個 來做發問 來做回答這樣子 那這個方法很聰明 因為呢 他等於是在銷售前 先回答大家最關切的問題 然後最後一支 第四支影片呢 就會是 在他產品 發售的時候 他正式的一支 產品銷售影片 那他在裡頭呢 他就會介紹他這產品是什麼 然後呢 可以解決前面三支影片 等於是在軟身 然後排除意義 就是處理意義 就是人家的問題 然後最後一支影片 要來促進成交 那最後一支影片 他還會講說 他有什麼bonus 就是他的贈品是什麼 所以呢 基本上 他的樣子很簡單 最上面是logo 然後下面有四支影片的連結 然後呢 每隔一陣子 他就會發行一支影片 所以呢 你那個影片 你也沒辦法提前先看完 就是他發表之後 你才有辦法看 然後就一個影片 然後就一個影片 那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他在下面 他會錄出你呢 他會建議你呢 你看了影片之後 你有什麼心得呢 就是能夠跟大家分享 這個分享啊 都總共都是連結到Facebook 因為Facebook 現在還有八億的人在用 所以是 全世界最大的社群網站 那 那 有時候呢 就是你會看得到說 哇 那個暗仗的人 竟然高達兩萬 像 這次看的這個 他是高達兩萬的暗仗 然後呢 那這個回應呢 竟然有 九千 將近一萬個回應 九千多個回應 那這些問題啊 那 當他留言的時候 他留在他Facebook的塗鴉牆 那 這個時候啊 就會有很多呢 這個人的朋友 平均一個人呢 在Facebook上 有136位朋友 現在可能更多了 那 那 他的朋友看到之後 可能會覺得 欸有興趣 為什麼你會在這個地方留言 所以他點進來看 結果他看了之後 他可能又會留言 就是 藉由這種效應 他會造成所謂的病毒行銷 病毒式的擴散 所以啊 你看他為什麼會有到最後兩萬人 覺得這很讚 九千多個留言 就是因為 除了他引導進來很多流量 那有很多流量是藉由 Facebook那邊來的 非常非常多 所以 他其實他的設計就非常簡單 就是 上面logo 然後四支影片 然後影片本身 然後在下面就是一個Facebook的留言 這種啊 在國外啊 就有專門替產品發售 準備好的這個 這個網頁的模板 給你套用這樣子 所以 呃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簡單介紹的 就是如何呢 國外的大師是如何 做產品發售的網頁 基本上他們的流程就是這樣子 好 那希望你們喜歡 那下次我再跟你介紹 最新的一些資訊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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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